小时候老师问 理想是什么 我不敢往大了说 即使对于有限的认知来说 可供我们这些农村孩子选择的理想很少 我也仅仅敢从当官 当老板 科学家军人 医生 老师 工人 农民 这些选择的理想 这些选项里 悄悄选择一个属于我的标准答案 老师 人们似乎从骨子里就会给自己一个定位 然后再不断挣扎 不断攀爬 争取重新选择的机会 直到筋疲力尽 与您分享张月然的文章 望求 第一次与我说起这个词的 是我的祖母 那时我约摸五六岁 祖母对我说 你很想要一样东西 强烈的愿望甚至会驱使你做了不好的事 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是在望求了 这是你不该得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一旦想起就很迷惘 因为我不知道望求的界限所在 什么是冥冥中早已派赐予我的 什么又是终不可得的净花水月 我仿佛不如一个雷池诸多 禁区诸多的茂密森林 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因为我相信祖母的话 望求是一种罪过 是不能领会自己生命意义的行为 我们的视野虽开阔繁花似锦 每一朵好似都不可错过 然而我们一路走着 却不是为了看清一城又一城的美景 而是为了探索那条隐秘的界限 了物是与非 谋求亦或放弃 这潜没在泥土和枯叶之下的界限 好似悄无声息的蟒蛇 在我们的脚下搭起一座游走的迷宫 远处花树烂漫 香气又时而亲近我们 因为界限永不可知 所以我们只有走向它 试图拥有它 才能知道它与你的溯源 是否早已写在策路里 一生的探求 也许就是为了划出这个界限的圆圈 在离世的时候 可以说出 此生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 有多大 围墙在哪里 里面的景致又如何 生命的艰难之处在于 神 他从不说 这世上究竟什么事注定绝对无论如何都不属于你的 那样你肯定会转身走开 绝不贪恋 也永不回头 但是神的旨意是 这高高的围墙 让你自己来累 让你带着迷恋和疑惑转身 又不时回头 并终于留下遗憾 望求 从来无法完全彻底消失 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探寻的脚步停下了 那也意味着我们停止住墙 颓丧地坐在屋子中央 等待神将再无波澜的生命收走 我想 望求有时也是好的 因他证明自己与这世界 此刻 还是粘连的 丝丝缕缕的情意 是温末的牵引 我们 从未孤绝 生活很调皮 有时候它会在你感觉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突然给你一些 自然微妙 但却足以打动你继续向前的希望 于是 我们就在它不断地鼓励下 把许多的望求 变成了理所当然 把许多的期待 变成了 珍贵的回忆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305读书 收听其他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发育者 杰热 摩抹 唱唱俏 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